像女生也會有雄心塗嗎 你有發現你們一天掉多少頭髮嗎 你知道我連做夢都夢到我塗頭 不是說洗得越乾淨越好 而是你要正確的洗頭髮 歡迎回來凱文小的美大家好 我是Kevin Happy New Year 我們都希望能夠藉由牛的威力 幫我們扭轉一切不好的事情 迎來幸福平安快樂的一年 回顧過去的這一年 確實是有一點不平安 尤其是隨著年紀的增加 隨著工作壓力的增加 有一個地方 我從年輕我就存了一筆錢 你知道我要幹嘛嗎 來對付我心中最大的恐懼 了解我心中最大的恐懼之前 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聲音全部提醒 我內心當中最大的恐懼就是塗頭 你知道我連做夢我都夢到我塗頭 所以我從年輕的時候 我就存了一筆錢做執法 還有這筆錢這樣沒有用到 2020年的時候我發現 我在洗頭的時候 水槽那個排水管 我那一排那個網子 越來越多頭髮 然後呢 有些時候我們在坐電梯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在某一個角度 會反光 代表什麼 它沒有阻擋過 我不騙你 我晚上都做夢夢到我塗頭 坐電梯都不敢 隨便看 不是怕看到鬼 怕看到自己的塗頭 很難過 我現在笑得出來 我跟你講我那個時候真的笑不出來 所以我就直接去面對這件事情 我到了普之岩 他們是一個醫美診所 除了醫美診所之外呢 他們有這個建法中心的這個概念 那麼我就去找了非常專業的醫師 來幫我做評估 從開始做這個頭皮的護理 然後呢 生髮的動作 我沒有執法喔 你們每一個禮拜看我兩次 我沒有去執法 因為如果去執 其實頭頂執法你們可能看不出來對不對 沒有我反正就是沒有執法 我透過了非常長的時間 大概八個月到十個月的時間 慢慢的把我的頭皮 我的頭髮養回來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要來好好的聊一聊 到底為什麼掉頭髮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長頭髮 為什麼會掉頭髮呢 你有發現你每一天掉多少頭髮嗎 掉頭髮的原因有分成暫時性的 跟永久性的這兩個部分 暫時性它有可能是因為疾病的關係 類似癌症做了一些治療 或者是內分泌失調 減肥過度營養失調 也會形成暫時性的這個弱髮 或者是頭皮受傷 比如說嚴重的脂肉性的皮膚炎 長期的頭皮發炎 也有可能形成你的毛囊萎縮掉頭髮 或者是你的頭皮的清潔不當 或者是抓頭髮的時候常常很喜歡用一些造型品 那這一類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徹底的清潔乾淨 可能會阻塞我們的毛孔 導致你的毛囊萎縮而形成掉頭髮 如果是永久性的落髮 90%的永久性的落髮 應該都是屬於雄性凸 像女生也會有雄性凸嗎 沒錯 但女生的雄性凸大部分耗發於什麼青春期 青春期的時候你的荷爾蒙分泌失調 有些女生滿臉長痘痘 頭髮變少 或者是在更年期之後 因為你體內的女性荷爾蒙大量的減少 這個時候男性荷爾蒙直接刺激你的毛囊的接收器 讓你的毛囊萎縮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到自己是不是已經頭髮掉太多 你要先判斷自己是不是屬於嚴重性落髮 一般人來說你每一天代謝的頭髮大概是會有50根到100根左右 而且越年輕代謝能力越好掉的越多 那麼50到100根都是屬於安全的範圍當中 那怎麼樣判斷自己頭髮是不是掉太多呢 皮膚科醫師他有給大家判斷的方式 因為我們大部分睡覺的時間是8個小時對不對 你把你枕頭套上面頭髮撿起來那個數量乘以3 大概就是你一天掉頭髮的量 如果是超過100根的話呢 你就要請醫生幫你判斷 你是因為暫時性的原因或者是永久性的原因的落髮 記得100根 再來就是你是不是有不當的造型頭髮 這個部分包含了我剛才說造型品的這個部分 還有女生頭髮分邊都是同一邊 或是綁馬尾綁得很用力 常常這樣你的額頭也越來越高 所以你的頭髮的造型這一類 跟你的分線也有可能造成局部性的這個落髮的現象 好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讓我的頭髮不要掉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從洗頭髮開始 頭髮是不是洗得越乾淨越好 它跟臉一樣不是說洗得越乾淨越好 而是你要正確的洗頭髮 很多人洗頭髮這個動作真的只有洗頭髮 沒有洗頭皮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你在洗頭髮的時候 最好能夠洗兩次 第一次洗造型品 第二次洗頭皮 不要用指甲摳 要用指腹 這樣子 用指腹 把每一個地方指腹戳 把你的洗髮精留在你的頭皮上 兩到三分鐘徹底的去清潔你的頭皮 尤其是比較容易出油的頭皮 一定要記得這個動作一定要做好 兩次洗頭然後按摩頭皮三分鐘 讓它停留在上面 那至於洗髮精類的產品的挑選 當然你還是要依照自己的頭皮的環境 大部分來說百分之八十 你的臉是屬於乾性 你的頭皮應該也是乾性的 因為畢竟臉皮跟頭皮是同一張皮 那麼如果你的臉皮是混合或混合偏油 或者是油性 你的頭皮基本上也是屬於油性 尤其我們的頭皮也有T區 額頭往後到你的髮際線這裡 也是頭皮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所以記得在洗頭髮的時候 前額跟中間的地方要特別洗乾淨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啊 禿頭的人大部分這兩側都不會禿 好然後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其實我們的頭髮它一個月大概可以長 1公分到2.5公分看每一個人 一般來說我們說如果你在開始 預防自己落髮或者是呢 要幫助自己長頭髮 你還是要有一點耐心 你頭髮的自動的這個生長啊 休止這個週期大概2到3個月左右的時間 譬如說你用生髮的產品 你也要大概3個月 沒有說我今天用完 我明天就要長頭髮 不可能 所以要有一點點耐心 那麼到底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幫助你 拜拜你的落髮 再見你的頭髮呢 我自己做的方法是 我到了普之眼診所 那它的建法中心 它幫我做了這個頭皮的檢測 建議我從洗髮精上面去挑選 有沒有什麼樣的產品 可以幫助我們 暫緩落髮的危機呢 在過去的這一年當中 我其實介紹了很多的產品 跟大家分享我的這個落髮危機 跟我的生髮的過程 接下來我就要再幫大家 整理一下這些產品囉 好那要怎麼樣來解決 掉頭髮的困擾或者是 避免你可能會有禿頭的危機呢 像我自己呢 其實就是 我到了普之眼診所 醫師他建議我 從洗頭髮的時候 就要開始注意 接下來我做了一些 FDA核可的這些 低劑量的雷射 它可以促進我們的代謝 皮膚細胞的再生 同時間呢我也做了一些 PRP的療程 它能夠更新 然後活化的更快 醫生也有建議我可以買 居家的雷射生髮帽 一週大概三到五天 我都會戴這個雷射生髮帽 此外呢 醫生也建議我 我可以選擇 譬如說口服的聚棕櫚 或者是呢 利用這個洛健的生髮產品 我是用的是生髮慕絲 為什麼我用生髮慕絲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用的是它的這種噴劑 噴劑它比較容易流 然後我發現這個噴劑裡面的 酒精的成分 可能比較高一點點 發現就是頭皮比較容易 過敏的現象 或者是容易比較乾 後來醫生建議我用慕絲 它裡面酒精的含量 比較低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它不會亂流 當然洛健的這裡面的這個成分 叫做5% 5%的這個 建議是給男生用 那這個成分 它原本是一個 心血管的用藥 會增加大量的血管的擴張 也活化的作用 減低你落髮的可能性 然後促進頭髮的生長 那大部分的 皺側的實驗者 他們發現是頭頂的部分 是比較有效 對於前額的效果 沒有中間來的好 有些時候我會覺得 其實如果你急早的話 效果都會是不錯的 醫生有說啦 就是說像洛健這種東西 你用了之後你這輩子就繼續用下去 它是一條不歸路 我呢沒有膽子去測試說 是不是停用之後 頭髮就會開始再掉 我就把它當成我的日常保養 但是確實 我經過了普知炎診所給我的 細心的照顧之後 確實我的髮量 我兩個不同的髮型師 他們都發現我的髮量 確實回來了 那除了口服的 像劇中旅或者是柔沛這些口服錠裡面 它的作用就是利用五阿法 還原酶的抑制劑 讓你的頭髮不容易掉落 像柔沛這一類的醫生 或者是目前在有一些 健康食品類的劇中旅 是買得到的 那這一類的口服 或者是擦的這種生法 對於你發現你的落髮的問題 已經開始變得比較嚴重 它真的是有作用 那麼當然還是你要搭配你的生活習慣 搭配你正確的洗頭髮的概念 那麼我之前也介紹過很多的洗髮精 在過去的一年當中 譬如說我最早介紹的應該是這一瓶吧 這個系列是Sculpt X 它強調的就是透過強健髮根的這個作用 它這個理念除了有這個阿法生育分 也就是維他命E之外呢 有顏檢西安 然後再加上活力心 矿物活力心 所以它對於我們頭皮 因為老化或荷爾蒙失調 它都有很好的強健你的髮根 或者是呢 預防你的頭髮掉落的這個作用 再來呢我介紹過它 韓國的TS洗髮精 其實TS這兩個字好像類似韓文 脫毛這兩個字的發音的 英文拼音的前面的這個縮寫 已經是韓國這種防弱髮類的洗髮精的No.1 它透過的是維生素當中的維生素H 也就是生物素Biotin 再加上維生素B3 維生素B5 然後呢還有很多的這種天然的植物 聽好了喔 其實我們剛才在講就是 不管是生育分生物素 然後維他命B3 維他命B5 其實這些喔都是在於 幫助你把頭皮調理成一個健康的環境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毛囊頭皮的環境變好之後 它就可以有比較好的這種生長的環境 尤其是像TS洗髮精他們家的這個護髮素 我自己非常喜歡 強調的是完全不含細菱 透過的是植物萃取的這個成分來做護髮 所以你即使是按摩到頭皮都不用擔心 所以如果你是很容易因為頭皮出油啦 或者是頭皮毛囊阻塞啊 或很容易長頭皮長小疹子 很容易發炎的這種 你即使用它都不用擔心 我非常喜歡他們家的東西 然後再來呢我也介紹過了 Penture 39咖啡因洗髮精 這個系列是女生的 他另外有男生的咖啡因系列 那麼他們強調的就是透過了這個植物的天然激素 跟咖啡因這個成分 好咖啡因這個成分 我們都知道咖啡因它有活化 它加速血液的循環 讓頭皮的活力增加 我建議大家如果你是初期只用洗髮精 或許它可以減緩你掉頭髮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已經掉頭髮到一個程度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你使用譬如說頭髮液 或者是像這種生髮的產品 對你來講你的幫助會比較大 再來還有一個可以說是台灣之光 艾瑪斯的這個無阿法的頭皮淨化液 它叫做無阿法的紙化厄離油 它是從酪梨當中萃取出來的 酪梨當中除了有高單位的不飽和脂肪酸 有很好的這個維生素的ADE微量元素之外 他們發現就是酪梨當中含有高量的 類似無阿法還原酪的抑制劑的作用 所以它對於這個攝護腺肥大 或者是因為男性荷爾蒙而形成的雄性凸 是有幫助的 我手裡面拿的這個紅色是一趴 它的綠色是兩趴 它可以幫助你避免因為無阿法還原酪 碰到了搞固酮 形成了這個二清搞固酮 導致你的毛囊萎縮而形成落髮的原因 以上的這些不管什麼 其實頭頂無毛 感覺上真的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衰老 看起來比較沒有活力 尤其是當你的頭髮掉到什麼程度 可能會影響自己的自信心 所以好好的檢視自己的生活習慣 好好的檢視你自己落髮 說不定你可以及早解決這個問題 就像我一樣關我一頭烏黑亮麗的秀房 在新的一年裡面 2021年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可以扭轉一切 迎接一個幸福健康平安的2021 當然要記得在牛年還是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請全部提醒凱文翔的美 我們Happy New Year